刚才我们唱诗歌唱到《在地若天》 当我们想起地的时候 我们会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想起撒旦掌权这个世界 我们想起当撒旦掌权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有病痛 有不开心 子女会不听话 工作会有困难 但是当我们想起天的时候 我们幸好有永恒的主 可以去依靠 因为祂已经胜过世界 好 我们以读经敬拜 今天讲到的经文 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16至25节 我们一起读 后来我们往那讨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无鬼所付 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才利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 哭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她一年多日这样哭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事内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 便抽着保罗和西拉 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监里 足负禁桌严谨看守 禁桌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 两脚上了木狗 若在半夜保罗和西拉 祷告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亦則以傾听 将广道的时间交给林牧师 今天的广道系列是从素罗转为保罗 第六 先开始我们有祈祷 亲爱的神我们感恩 你赐一下圣经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得着 你给予我们的智慧 愿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诗歌 愿你的话语深深印记在我们心上 使我们不要忘记 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和旨意 感谢天父 以上祷告 防主明求 Amen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去到第六讲 性价的背负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讲了五堂 我相信如果你们不记得 我都不会特别难过 如果你们记得 我又会特别开心 继续倚靠神的话语 盖着我们每天得胜的生活 如果说一些丑事 千万不要说其他人 但你可以说自己 但又不要经常说 我今天说一件给你听 我认识我一年班的时候 都有一些害羞 很紧张 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从幼稚园升到一年班 这间学校大了很多 上课的时候 在那天早上 早餐特别丰富 我妈妈对我很好 早上很丰富 有时候吃糯米鸡 做早餐 糯米鸡吃早餐是什么特别 对于我来说也挺特别 那天很饱 今天老师说 我又开始肚子有点搞痛 我又不敢举手 就发生了一些出人意外的意外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学校唯有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说你儿子在班房出了一些事 你最好来处理一下 我当时很有性格 我是男生 我不去女厕就不去女厕 我妈妈跟我清洗 要进厕所 因为我很坚持 我不肯去女厕 结果我去了男厕 我去男厕 妈妈去女厕就做不到什么 于是怎么样 她就跟着我去哪里 去男厕 那个厕所是男教师专用 当妈妈跟我清洗的时候 那些男老师每一个人进来 为什么男厕里面有个女性在 但是我当时来说 我又觉得不辞为言 OK了 没问题 但是当我大过 我跟妈妈说这件事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她 你这么忍辱负重 为我作出这么大的牺牲 我说这件事 跟大家去分享 其实我们是可以 为了一些事情 去负上一些 都挺大的代价 忍辱负重 在一个男厕里面 为个儿子这样去清洗 我们有时候 会不会为了一些事情 都是负上代价 在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 保罗 去到肥立比 第一个信主是谁 女方的亲戚 是谁 女帝亚 信了主 那挺好 事工的开始都不错 在肥立比 在欧洲的这个事工 一开始 女帝亚已经信了主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什么都很信你 其实又不是 又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信你 保罗 在她的事奉道路当中 究竟她如何处理 在事奉上的得意和失意 我们今天 刚才主席已经和我们在经文当中读过 但是我们慢慢将它更加细心去看一看 让我们在经文当中成为我们今天的学责 回到头三节的经文 十六节他这么说 后来 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 她被无鬼所乎用发述 叫她主人得大得才利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哭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她一年多日这样哭叫 保罗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发生什么事 有个侍女被无鬼所乎 但如果你看回希腊文的原文 无鬼是用一个网蛇的灵 去做原文的翻译 凡是你看到网蛇 在当时那个环境 是和一些预知未来的事情 是有些相连 那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这个屎女藉着这个网蛇的灵 或者无鬼 她可以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 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好吗 当然是好 哪一只股票涨 那我就今天买它 或者哪间油站下个礼拜大减价 减到三元一家卵 那你当然要到时就立刻去进入 感恩 刚刚今天回教会 看到附近一间油站 终于 终于便宜过五元了 当时七元一家卵 现在终于便宜过五元 那这个屎女被这个网蛇之灵 所纏扰着 她可以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 这个屎女和保罗和她的同伴说什么 她这么说 她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我们先停一停 她说的对不对 她说的是对的 如果她说的是对 为什么保罗要停止她 有没有想过 她说的是对的 我说一加二是二 牧师你没有说一加二是二 你错的 不是的 我说的是对的 为什么保罗要停止她 不让她说 保罗叫她不要说 原因有两个 第一 如果她接受了 这个被无鬼所扶所说的说话 那其实你是将真理和邪恶混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接受了她 其实某程度上 你是接受了她这个是邪恶 所以当其他人 当其他人看到的时候 这个侍女所说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跟从她 那我便可以跟从她 另外一个原因 撒旦 他不是只是说方话 撒旦他可以选择 去说一些 是好像对的东西 甚至乎她会说一些是真实的 耶稣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从撒旦 他也是这么说的 但我们要小心 他在11.59分说这句话 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可以在12.01分 他可以说 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什么 说方之子 他可以随时说大话 如果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 还没有很深入的话 这个人说的话是OK的 对的 但他今时今日说这个话是OK的 不代表过两分钟之后 他说的话是说大话 所以保罗他就要停止 这个使女所说的话 保罗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 你就是那个无鬼 他身上的使女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你看回保罗 上个星期 讲到他如何 去将女底雅和整个家庭 介绍耶稣基督 介绍谁是福获的主给他 女底雅和他一家都信了耶稣 而这个使女 我们是在这个肥勒比里面 第二批是信主 那你看回 其实保罗做的事是不错的 是挺好的 他有什么结果 保罗的结果 被人打 做对的事都被人打 做对的事 跟从神 被人打 不是吗 其实当我们服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时都会被人打 不是真的找棍打 有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不同的难处 我们有传道人 用了很多时间 跟一些弟兄姊妹 去栽培他 跟他建立关系 用了很多很多时间 很细心地跟他解释圣经 很细心地去帮助走出一些困局 当这个朋友 或者需要去DMV 需要去看医生 传道人 很愿意地去车去 做很多很多这些 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 不需要帮助 我搞定 教会都不回 从此地去消失 这个传道人 他没有被人打 但是其实某程度上 他真的是 都是很不容易的侍奉经历 我也听过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 我很尽心尽性 去为教会服侍 甚至乎这个教会直堂的时候 我愿意这样走出来 去搬去一个新的地方 去这么忠心服侍 但是当我向教会提出一些问题 这件事好像有点不妥 不应该是这样 当时的领袖就叫他 你不要出声 就是这样 结果令到这位弟兄很伤心 又或者曾经在教会里面 很热心服侍 所有的活动 他都有份去参与的 无论是退休会 中秋节 粤语堂交游日 报道会 全部都会有帮忙 但是因为受到一些伤害 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 他决定 离开 决定离开 当我们去中心 去服事的时候 其实 我们需要负上代价 负代价是什么意思 我们回到《勞家福音》 十四章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我先说二十七节 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什么意思 什么叫背十字架 我要回到二十六节 去解释 什么叫背着十字架 在《勞家福音》第十四章 他的解释就是说 人道我者女来 若不爱我 性格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原来他用二十六节 去解释二十七节所说的 不是吧 我很爱惜我的妻子 我很爱惜我的丈夫 我很爱惜我的儿女 你要我去爱一位 比我爱 现在我最爱的要更多 不行 没有可能 背十字架 就是这个意思 但弟兄姐妹 我可以跟你说一件事 当你先去爱神的时候 你会爱你 现在最爱的 会更深 很奇妙 你以为要拿着 用我的方法 去爱我的妻子 爱我的父母 爱我的儿女 我不能够分这些爱 去爱各位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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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捉不到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背上十字架 先去爱那个位 到那个结果 你是会爱 你原本最爱的那个 我会更加深 背着十字架 是很痛苦的 背着十字架 同样来说 是很清楚 神向我们每一位 他的儿女 的呼召 你有什么情况 你会付上代价 当你为了 你要买那部 很漂亮的 名贵房车 你会每个月 愿意花成千几二千元 去供那部车 要给一个 很贵的现售 你愿意的 因为我实在 太喜欢这部车 这部车 姓林 叫保坚尼 当然 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就知道很贵 为了这部车 当然我知道 大家对林保坚尼 应该都是听过的 应该都不会开的 你会很愿意 给一个很贵的贷款 供款 很愿意 去这样 给一个的现售 又或者是 圣诞节就是来 圣诞节就是来 现在几月了 八月 但不是 如果你是 现在的supply problem 那些供应问题 如果你买一个玩具 给你的儿女 现在要订的了 因为要两个月才到 个个都要那个玩具 你如果现在还不订 你圣诞节会收到 不过是2023年的圣诞节 现在要订的了 开始要上网 我看Amazon有没有 没有Amazon 朋友在日本那里寄过来 你为了 去买一个最好玩的玩具 给你的儿女 你愿意扶上代价 又或者 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 我要得到上司的赞赏 如果我每天 我做12个钟头 以上 上司一定会赞赏我 我要最早回去 我要最迟走 总之早过上司 迟过上司走 这样就差不多了 附近有个shopping mall 叫Santa Anita Shopping Mall 里面有一间饺子专门店 叫什么名字 糟了好像买广告那样 姓鼎那个 不要说全名 我看到 我问那些人 他们等多久 两个钟左右 等两个钟 吃几粒饺子 不是吧 我去Hmark 买一包韩国饺子 回去煎 15分钟就搞定了 两个钟 去吃一间 超贵 又不饱 但我喜欢 我愿意赴上代价 顶 很棒的 台湾来的 两个钟 三个钟 我都愿意等 我们对一些事情 我们很愿意赴上代价 但唯有 跟从耶稣基督 我又不是那么想付出代价 但原来 跟从耶稣基督 是最值得我们赴上代价 背架者 背起十字架的人 简称为背架者 我们忠心 去跟从主 我很直接地跟大家说 我不会将它 铺一些糖衣 吃完糖衣之后 里面是苦的 我直接跟你说 我不会住妈妈国 是要付代价 That's it 是要付代价 我们继续看下去 十九节 市里的主人们 见得你的子望没有了 便抽着保罗和西拉 拉他们到史上去见首领 又带他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 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发生什么事 保罗将 这个网蛇的灵 这个巫鬼 从这个市里 赶了出来 原本这帮主人们 众数 主人们 他们就知道 哪一间油站 便宜 哪一个股市 是可以升 凭着这些 可以知道 未来发生的事 他们赚很多钱 好了 那你现在 网蛇的灵 出来之后 没有了这个能力 没有了这个预知的能力 那又怎么样 还有没有钱赚 没有了 要脚踏实地 要每天做八个小时 才可以赚到一些钱 那这帮主人们 很不开心 不开心到一个地步 他们怎么样 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 要捉一些人出来 要承认这些责任 是吧 他现在 不开心 捉谁好 Kent 你能够自告奋勇 去挡住这个灾 他捉了保罗和西拉 这样开始大家会问 为什么他们一帮人 有保罗和西拉 记得还有哪个人 还有起码 还有提摩泰和路加 是吧 起码有四个 为什么只捉保罗和西拉 有没有想过 抽签 择色仔 有多大 如果是一二三 就你了 四五六就你了 保罗和西拉 西拉 怎么说西拉 牛扒 西拉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面孔 而提摩泰 看到吗 他是半希腊 半犹太 还有路加 我们相信他是外邦人 所以当这两个外邦人 是一个罗马的地方 这帮官长 自己人 不要搞他了 算了 如果你捉了一个罗马人 去哪里打他的话 你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犹太人面孔 我一看就知道犹太人面孔 所以保罗西拉 你这么做这些事 不行 拉你过来 拉你过来 怎么对这两个人 边打他 捉住他 拉他坐牢 如果你再想一下 有没有经过一个合理的法律程序 没有经过的 一件捉就抓 问你都不问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 你在一些文明的国家 你捉了一个人 你都要经过一个法律程序 究竟什么事 你要控方 你要把一些证据摆出来 他是不是真的有偷过东西 他是不是真的行过这个诈骗案 你要把这些证据出来 先是把他定罪 而这班官长 他没有做过 为什么他会这么快 就下出这个结论 上次我说过 肥拉比这个地方 他是罗马的珠房城 一个罗马的珠房城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来说 我们叫做一个摩都市 在一个模范城市当中 可不可以有任何的扰乱事件 不行的 你一个模范城市 你要让其他地方看到 我这个城市顶呱呱 我是这个地方的官员 我要做到 全部的其他城市 都会以我为标准 因为是顶呱呱的城市 如果有人在那里搅担 我一定要将他 乘之 不是乘之于法 我一定要将他 尽快按下他 拉去坐监 打他两下 让他不敢再做这些扰乱的事情 所以特别在肥拉比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些官员 是直接地 将他们作出这个惩罚 你看看这帮主人 他们看到什么 他这样去生气 而将保罗和西拉拉去 去官像那里 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公义 看不到 看不看到神的荣耀 看不到 看不看到那个屎女 他被保罗拯救 看不看到女孩 怎么样信住 完全看不到 看到什么 我 不能再赚钱 他就是看到这些 我不能再赚钱 以前 我靠这个屎女 我可以 每天这样 不用做事 问问他 你怎么样 明天哪一只 我Google 行了 帮我 一批Google 厚一 Meta 一批Meta 下个礼拜 由加价 跟我订定50加仁 全部靠这个屎女 他就可以赚钱 现在他看到的 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今时今日 有没有一些 类似的人 有 有些人 可能只是看到 自己的利益 甚至乎 只是看到 自己的理想 如果 如果你想的东西 跟我想的东西 是不同的 我就会反对你 我就会控诉你 在现今的社会 我们一样有 很多 只看到自己 的人 包括了什么 宗教极端主义者 我们知道呢 当如果有些宗教极端主义者 你所信的东西 跟他们不同 他可以把你处死 他可以把你的头斩下来 为什么你不信我的宗教 为什么你要在这里传其他一些我们不认同的信仰 又或者 在一些群体当中 为什么你会恨我们 为什么你不同意 同性恋 要恨我们 但其实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不是恨那些人 我们是厌惑那个罪 我们要继续去爱那些人 但是可能对于这帮社群来说 他会觉得 你不同意我做的东西 就是你恨我 又或者 有些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跟我们一起 赚一下快钱 做这些东西 个个都是这样做的 没有问题的 跟我们一起 又或者撒旦跟我们说 看看这些色情网站 你太太又不在 家人又不在 夜难人症 谁知道 看完之后 你自己有开心 又没有人知道 何乐而不为 很多很多 这些的做法 其实 我们是不断地 受到很多不同的攻击 看回罗马书 八章三十五节 他说到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当时来说 保罗他写罗马书 他说这些经文的内容 其实这些人 他就是受到患难 受到困苦 受到困苦 受到逼迫 受到饥饿 赤身露体 危险 刀剑 去到一个地步 对神经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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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唯有你自己可以和神作出一个答案 保罗他写这句经文的时候 正正是因为有神的疑虑 他开始怀疑 为什么我会这么艰难 为什么我现在要赤身露体 为什么我这么危险 为什么我会受逼迫 为什么我会有刀剑的威吓 就是因为这样 保罗他写出这句话 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都会经历这些事情 可能在短信之间 甚至乎一段时间 伸吧 你在哪里 我现在这些经历 你知不知道 我很辛苦 你帮我 你是否要令我 不再跟从你 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 在三十五节之后 保罗去鼓励这帮信徒 保罗去鼓励 在患难困苦 逼巴饥饿 赤身露体 危险刀剑之下影响的信徒 他讲到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 我们就是在神里面的儿女 这句话 接着你要留心敬听 然而 凡在这些连接迟 我们要小心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怎样靠着爱我们的主 什么意思 怎样靠 是不是真的 走近一点 贴着他 肩膀贴着肩膀 这样就靠着爱我们的主 当我们说靠着爱我们的主 他的意思就是 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 让我们所学习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defense system 你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 你很难 很难在这一切的事上 一切的事上 就是刚才所说的 患难困苦 迫白 饥饿 赤身露体 危险 刀剑 你会在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 怎样得胜啊 危险怎样得胜 在外面很危险的环境当中 你在里面感觉到安全 在很困苦的当中 你有平安 在迫白的环境 你会有喜乐 在饥饿的时候 你觉得里面很饱足 这样 就是在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 第二件事 我又要很直接 我不会转弯抹角 我又不会审堂衣 跟你们说 背家者再说 是背着十字架的人 常处于安逸者的攻击 你一定会受到很多攻击 一定会 你避不了 牧师 我现在很沮丧 背家 圣经是叫我这么做 又要付代价 又受到攻击 我现在很沮丧 怎么办 你快点请我吃饭 我这么沮丧 我不可以回家 我真的请你不到吃饭 暂时来说 我迟早 如果有机会 我也会 我在今天当中 我会用另外一件事情 去鼓励你 让你们知道 就算你现在要付代价 就算你们现在受攻击 你们可以得着一个的鼓励和安慰 我们看经文 二十二节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摸尿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去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监女 触负禁足 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借人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监女 两脚上了木狗 若在半夜 保罗和西拉 祷告 唱尸 赞美神 众囚犯也 则以宜听 又发生什么事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如果我说得粗鲁一点 直接一点 而香港来的又会明白多一点 这个叫唯偶 明白吗 唯偶 有没有试过被人做这件事 应该没有 大家都奉公授法 被很多人一起攻击他们 保罗 他在《光荣多后书》 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这么说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袖一夜在深海里 这一次 是被人棍打三次里面的其中一次 就是这一次 他不单止被人打 禁足 还领了这个命 将他们放在内监 内监就 用现在的数字是什么 most security 最里面最里面那个 你如果要去内监 你要过几层 你要登记几次 这样才进去最内监 你在那里走出一层的话 不是代表你能够离开监狱 你还要再出来 接着又问 我刚刚逃走了一层 但是你还有三层 你可不可以让我过来 让我的逃走顺利一点 行不行 不行 你过一层 你基本上 你还要出来干什么 你没想着搞定 你还要过三层 类似的样子 你才出到初一遍 不如你回去吧 OK 不好意思 我回去吧 木狗 是否为了保安的缘故 其实木狗是什么 木狗 找木做热狗 什么是木狗 木狗就是 两条木 它中间开了一个洞 将你在这个位置夸住 然后你就要坐下 因为你两只脚这样 被木狗夸住 你是不可以打侧身 然后它贴着墙 你又不可以躺下 不可以转身 不可以躺下 其实你是很辛苦 不信 不信 我找Dekin做一个木狗 让它给你试十五分钟 让你相信 原来木狗是这么辛苦 很辛苦的 是一个刑罚 睡又睡不到 被人打完 你都想休息一下 打完休息一下 你都要喝一杯冬鸣鸦 没有的 没有冬鸣鸣 还要找木狗上住 不是只能吃那些热狗 是木狗 晚上很辛苦 你看到保罗和细拉 他们有什么反应 哎 神 你知不知道 我们在肥立比 为你做了很多东西 女底雅和她的家人 信了主 下个礼拜会参加洗礼班 跟着这个子女 我们相信她也是信了主 做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我们现在 不是应该去享受一杯冬鸣鸦 吃完洗多士 而是在这个内监里面 被一只木狗安住 又睡不到又痛 你会不会这么想 很辛苦的 很痛的 保罗兄和细拉兄在做什么 这两位仁兄 开赞美小组 唱 甘谢珠 不断地唱 虽然我唱得不好听 但我相信他们会唱得 比我好听一百倍 唱感谢神的说话 祷告赞美神 这两位的人兄 正正地活出 肥立比书 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所说的经文 他说什么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喜争论 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 无谓在这弯曲 在这弯曲拨某的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象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这两位的弟兄 就是这样 这样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你如果看回 有时候我鼓励 弟兄姊妹 你看到一些不同的译本 你会能够更加看得到 他圣经里面所说的说话 每一个标点符号 每一个连接词都有意思 我特别用NIV这个版本 他说到 About Midnight Paul and Silas were praying and singing hymns To God And the other prisoners were listening to them 他们不是 祷告唱诗 About God 我大概知道 God的一些属性 About God 他们是祷告赞美 向神 这个是一个 直接的关系 不是About God 而是To God 有一个 传道者的王子 他叫做 Charles Spurgeon 有没有听过他讲道 通常我看着Andrew Andrew很多时候都在头上 然后其他的头上 就比较少动动 这个是一个 很出名的 一个港道人 港道家 他特别呢 他说回这几句经文 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 他说 当我们可以在白天阅读那些音符的时候 好像赞美小组上前来 开灯 看着那些标点符号 不是那些音符 你唱歌很容易 你又不会走音 你又不会唱两拍就唱两拍 唱一拍就唱一拍 但是熟练的歌手 是没有光线的时候 是没有光线的时候 都是可以看到 怎么样去唱 因为这些音符 已经全部入了他的内心 好 赞美小组 单间唱回应诗 熟灯 全部黑暗的 看你们看不看到 熟练的歌手 是没有光线之下 仍然可以阅读到 因为他已经不需要阅读 他全部是内心 已经印了 印了那些音符 落在里面 夜里的歌声 只能够来自上帝 他们不会受到 外在环境的控制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棒 我们能不能够 在夜间里面 看不到东西的时候 去唱一首的诗歌 To God 我不可以一下子 请到大家去吃饭 作为向大家 讲出两个真理 也都是不容易 接受真理的一个弥补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背架者 我再讲一次 是背着十字架的人 却能得着 从神而来的喜乐 就算我们在不同的环境 我们仍然要赞美神 其他人 看到你能够将 这个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的时候 就能够更加 让神的荣耀 得到大大的称赞 今天 我们讲到 性价的背负 头那两点 可能大家 负代价 受攻击 代价攻击 不好 第三样 很希望大家能记住 背价者 却能得着 从神而来的喜乐 而这份喜乐 你在世间买不到 你在世间得不到 但是如果你继续这样 忠心 作为一个的背价者 神给到你的喜乐 是远远超过 这些代价和攻击 我们想唱赞美少祖 灯光仍然可以亮着 不要紧 但我们用一个心灵诚实 去唱一首回应诗歌 这首诗歌 叫做 心足我心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楼唱 音乐 为我们的罪业押上 以你手里醒了我们的平安 以你手里面上我们的椅子 换穿的椅子 感谢耶稣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我的依旨 我的耶稣爱我的祝福 你的恩典删除我心 感谢耶稣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我的依旨 福利耶稣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删除我心 我的耶稣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删除我心 真是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 你的恩典 你上十字架 每一口的钉穿过你的手 和你的脚的时候 是何等的痛苦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 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去到极深极深的地步 愿意为我们付上 这个这么沉重的代价 受到攻击 你仍然愿意拿着这个苦杯 去为父神 作出这个拯救的牺牲 主啊 我们今时 在这个时候 为你所背负 算得是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去看得到 耶稣基督 你如等 爱我们 感谢你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明智祈求 阿们 大家请坐